19岁女孩被人发现横尸在荒野瓜田之中 身上仅穿着单薄的睡衣 内衣内裤荡然无存 生前还有被折磨过的痕迹 更恐怖的是 她的母亲竟然也在同一天离奇失踪 下落不明 通过警方抽丝剥茧的调查 最终锁定了一个嫌疑人 但此人的身份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2014年2月25日早上6点 河北省邢台市百香县农民老里 起了个大早 准备去自己的地里打理西瓜秧 经过田边的一处树林时 她看到地上好像躺着一个人 心想或许又是哪个酒鬼喝醉了不省人事 可当她走近一看 却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地上的这个人 头上竟然还被棉被包裹着 不像是喝醉酒的样子 为了一探究竟 她捡了根木棍 小心地戳了出地上的人 但对方却是一动不动 老里瞬间有些慌了神 伸出手探了探 发现此人已经没有了鼻息 被吓得不轻的她 于是连忙掏出手机 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方接警之后 很快就赶到了案发现场 在对现场勘查后 警方发现 被害人是一名20来岁的女性 上身穿着棉袄 里面却只穿了一件睡衣 睡衣里没有内衣内裤 而且她的双手 被人用花丝巾绑在了身后 右脚腕上 还绑着一条白布条 身上也没有任何 可以证明身份的证件 法医在对受害女子 进行尸检后发现 女子的下体有瘀伤 生前曾被人侵犯过 甚至体内 还留有男性的体液 遇害时间 在凌晨4点到6点间 也就是说 她刚遇害没多久 致命伤 是位于头部的盾气击打 除了头部出的血迹之外 她全身其他部位并没有任何血迹 身穿睡衣 遇害时间又是凌晨 警方觉得 这个女子应该是从家里被挟持来的 当时她很大可能是在睡觉 极有可能是熟人作案 嫌疑人挟持她后 把她放到车里 下车后 带着她来到了树林里 并在这里将她杀害 这也能解释 为何死者是穿的睡衣了 之所以推测凶手 是用车把受害者带来的 那是因为只有车辆 才能够进出高速公路 行人是无法上高速公路的 那么下面要确定的就是 女子是从哪里被挟持来的 警方先是在发现尸体的地方 进行了走访 但附近的民众都说 她们不认识死亡的女子 这说明她不是本地的 不是本地的 怎么排查她是如何来这里的呢 警方决定通过车辆来排查 看看2月25号凌晨的4点到6点之间 这个区间有多少车经过湿原地 主要查从北向南行驶的车辆 因为遗体是在高速公路的西侧发现的 经过排查警方发现 在凌晨4点到6点区间 高速路口总共经过了170多辆车 凶手应该是在这170辆车里 只要把这170辆车从哪里下高速 何时经过河北百乡推算出来 肯定会有所发现 着手排查可疑车辆的同时 警方也开始在电视新闻上 向民众征集受害女子的身份信息 开启拍查后很快就有十几辆车进入到了警方的视线里 第一个嫌疑车辆从案发地到被拍摄留下录像 本应该是用两个小时到达他所去的目的地 但是他却用了三个小时 中间一个小时他去干什么了 当警方联系到这个车主时 他却说他在服务区有停留 停留时间和同行的人打扑克了 同行的人确实可以证明这个说法 而且服务区的监控也可以佐证 他的嫌疑被排除了 接下来的几个嫌疑车辆 也纷纷被警方排除了嫌疑 正当警方排查到剩下十辆车左右的时候 一位名叫李建伟的女性 找到了百香县警方 他说自己看到新闻通告 发现遇害女子是他19岁的外甥女张晓婷 李建伟还向警方透露 不仅是他的外甥女出了事 他的姐姐李建华也失踪了好几天了 他害怕他也遭遇了不测 根据李建伟介绍 张晓婷并不是姐姐李建华的亲生女儿 而是他抱养的 抱养张晓婷之后 李建华便离婚了 之后嫁给了现在的丈夫贾燕龙 半路夫妻走到了一起 按理说应该是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才对 但根据李建伟的描述 姐姐李建华与姐夫贾燕龙的生活 总是磕磕绊绊 并不幸福 两人经常吵架 张晓婷高中毕业后 也没有再读书 在老家袁世县开了家小店 从事服装生意 他还交了一个男朋友 但却遭到了全家人的强烈反对 为此 张晓婷还曾多次与家里人发生争吵 还说要和男友私奔 这些年来 李建伟一直和姐姐一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但从2月25号开始 他就再也联系不上姐姐和外甥女了 他也曾到姐姐家里去找过 但姐夫贾燕龙却告诉她 是张晓婷的男友 带着张晓婷与李建华离开了 之后李建华就在电视新闻上 看见了外甥女张晓婷遇害的消息 按照李建伟的这个说法 张晓婷的男友可谓是嫌疑巨大 于是警方立刻便找到了张晓婷的男友配合调查 可张晓婷的男友却告诉警方 因为家里不同意他们的婚事 他与张晓婷早在2月23号就分手了 分手之后 他再也没有见过张晓婷 他也没有想到2月25号张晓婷居然遇害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他还把自己24号25号的具体行程都告诉了警方 警方经过核实发现 张晓婷的男友确实没有撒谎 于是便排除了他的嫌疑 那如果凶手不是张晓婷的前男友 又会是谁呢 很快 监控中的又一辆车进入到了警方的视野 在案发时间段 有一辆奥驼车曾经驶过案发地 警方调查发现这辆汽车登记的车主 正是消失的李建华 而据李建伟所说 这辆车平时都是姐夫贾燕龙在开 警方随即便对贾燕龙展开了调查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贾燕龙曾经还因为强奸罪 被判处过7年的有期徒刑 就在警方寻找贾燕龙下落的时候 李建华又向警方传来了消息 称姐夫贾燕龙给他发来了短信 短信中称 李建华为了更好的生活离开了他 女儿张小婷也要嫁人了 让李建伟不要找他们 并且要求李建伟给贾燕龙转5万块钱 帮他渡过难关 可张小婷已经遇害了 很显然 贾燕龙这是在瞒天过海 他知道张小婷和李建华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他这样说 就是不想让李建伟再找他们母女二人了 他就是警方寻觅已久的杀人凶手 警方决定将计就计 随后 李建伟与贾燕龙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地点 并承诺会给他5万块现金 按照约定 贾燕龙果然如期出现在了见面地点 被埋伏的警方一举抓获 被带回到警局之后 在审讯室中的贾燕龙并未做过多抵抗 很快就向警方坦白了自己的罪行 承认自己已经将妻子李建华杀害 并且侵害夺命了自己的杨女张小婷 一家三口 两个人都死在同一个人手中 而且凶手竟然是被害者朝夕相处的丈夫与继父 贾燕龙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一切还要从这个三口之家开始说起 警方在调查后得知 贾燕龙初中未毕业 就与第一任妻子结婚 并且育有一儿一女 之后贾燕龙因为强奸罪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 贾燕龙服刑期间 他的妻子抛下孩子离开 将孩子丢给了贾燕龙的父母 刑满释放之后 25岁的贾燕龙并没有回家 担负起抚养孩子的责任 而是在县里找了一个刷碗的工作 并且在这里认识了42岁的李建华 李建华虽然比贾燕龙大了整整17岁 但因为保养的好 与贾燕龙站在一起也丝毫没有违和 两人恋爱了一段时间后 灵异的李建华便带着三岁的女儿张小婷 和贾燕龙生活到了一起 但两人没有领取结婚证 只是在一起搭伙过日子 起初这一家三口的生活还算甜蜜 但渐渐的李建华的脾气开始显露 烧饭洗衣服带孩子的活 都是贾燕龙在负责 这让贾燕龙觉得自己就是个下人 但因为他之前的行为已经失去了一个家庭 所以这一次贾燕龙选择了忍耐 后来贾燕龙换了一份货车司机的工作 家里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但好景不长 贾燕龙的亲生女儿出嫁时 夫妻俩之间的矛盾再次爆发 李建华掌握了家里的财政大权 在贾燕龙亲生女儿的人生大事上 李建华竟然只给了一个1680元的红包 这让作为父亲的贾燕龙觉得颜面尽失 为此贾燕龙对李建华产生了怨恨 但直到这时 他还只是在默默忍耐 张晓婷长大成人后 也找了个男朋友 李建华嫌弃张晓婷的男友是离异家庭 死活不同意两人恋爱 张晓婷却觉得 只要对方对自己好就可以 家庭并不重要 母女二人经常因为这个事情吵架 但最后李建华却将矛盾转移到了贾燕龙的身上 认为都是贾燕龙教育不当 才导致张晓婷交友不慎 每天累得要死 下班也没有个安身 贾燕龙的不满 已经快要到达极点 案发前一天晚上 因为张晓婷恋爱的事情 母女二人又开始了争吵 贾燕龙为了逃避 选择了出门喝酒 到了深夜回来的时候 张晓婷与李建华已经睡着 但贾燕龙却根本没有任何顺意 依旧在客厅里喝着闷酒 想着这16年来 自己遭遇不公平的点点滴滴 贾燕龙越想越恼火 于是脑海中 冒出了一个邪恶的想法 既然不想好好过 那就干脆不过了吧 于是趁着酒意 贾燕龙拿了一把锤子 解决了熟睡的妻子李建华 并将他的遗体 丢弃在了离家不远的下水井内 回来后 他又将毒手伸向了熟睡的张晓婷 贾燕龙认为 家里不安的罪魁祸首就是张晓婷 于是他顺手戴上了自己 平常保暖戴的棉帽 走进了张晓婷的房间 掀开了他的被子后 开始行不轨之事 张晓婷被弄醒后开始反抗 但被贾燕龙一拳给打晕了 之后贾燕龙对张晓婷进行了侵犯 做完一切后 贾燕龙给张晓婷穿上睡衣 套上一件李建华的棉袄 撕下了床单 堵住了张晓婷的嘴 并绑住了他的手脚 之后将其胁迫上了车 并开车上了高速 等他开车到了百香县的时候 天已经微亮 他将张晓婷 胁迫到了高速路边的小树林中 将其谋害 慌忙中 他丢弃了自己的头套 之后 他又自导自演 给李建卫发送短信 想要从李建卫这里 拿到一笔钱 然后跑路 至此 这桩案件算是彻底侦破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这是贾燕龙被抓之后 说的一句话 然而这样的懊悔 却已经为时已晚 因为酒后的冲动 他最终杀害了 与他朝夕相处 16年的妻子与养女 简直是残忍又可怕 贾燕龙70多岁的老父亲 在得知儿子杀人之后 年迈的他 眼含热泪 止不住的叹息 对着警方 说了这样一句话 就只当下地狱了 轻了 最终 考虑到贾燕龙的多次犯罪行为 及其严重性 法院决定 对贾燕龙恕罪并罚 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那么关于这桩案件 你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 和我们互动讨论 如果喜欢咱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频道哦 打开小铃铛 第一时间接收上新消息 感谢收看本期超级生探 听离奇案件 平百为人生 我们下期再见